来看到今天的香港传真 香港限乃令颁布之后风波不断 中共港澳办主任王光雅在会见亲共议员的时候 也忍不住抱怨说家中有小孙女成为受害者 此言一出香港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的态度有所软化 深深要四个条件会撤销限乃令 是否受到政治压力呢成为议员追问的焦点 在立法会讨论限乃令的会议上 有议员关注港澳办主任王光雅对谢乃令的评论 是否对香港官员造成政治压力 高国长是说没有政治压力 但是政治一日都延长的 好像昨天王光雅就说他都是限乃令的受害者 我觉得都挺幽默的 我不知道建制派同事有没有追问王主任 他为什么不买内地的奶粉呢 但是这些会不会成为无形政治压力呢 有建制派议员要政府半年后撤令 但港府官员有保留 你说是几个月半年 就是我们一直是在做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去看高峰期 就真的要看一年 香港事务局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新夏尔也表示 虽然抢奶粉有缓和 但暂时拒绝撤销限乃令 另外对出现购买米糊而拉错人 多名议员批评香港是全球首个 硅管奶粉出口数量的地方 但条例模糊不清 实务局卫生局正研究修订 受硅管奶粉的定义 最快本周四向立法会提交修订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订阅明镐